昆曲小学堂 表现出性格气质上比较粗犷 奇违或豪迈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在表演上 就会音色特别的宽阔红亮 演唱粗壮雄厚 然后动作造型 线条粗 顿挫鲜明 大开大合 气度恢弘 譬如说像关羽啊 张飞 曹操 包公等等 都是静这个行当 那在中国的南北朝的时期 就已经有所谓的代面 代是那个代替的代 代面也就是假面歌舞的出现 这就是我们脸谱的那个鼻祖 中国的那个贵州挪戏 是一种仪式性的戏曲 它的面具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脸谱的活化石 那随着中国的戏剧的发展 因为演出的时候 戴面具会不利于 演员的面部的表演 所以艺人们 他们就直接用颜色 去在脸上勾出特殊的 那个普世的图案 这样就渐渐地形成了脸谱 像花脸和小花脸 就是静和丑 这两个傲当的角色 都有脸谱 甚至部分的生蛋 他们也使用脸谱 譬如说很有名的 有一个是钟无燕 就是无颜娘娘 他就勾了一个很繁复的蓝色的脸 那明代呢 是昆曲的天下 他们表演非常丰富 堂当分工很精细 所以静在那个时候 是分成正静 我们也叫大面 然后还有附静 也叫二面 和丑 也叫三面 静丑这两种都是画脸谱的 然后他们当时呢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专门的脸谱 底色多半是根据说唱艺术 或者是文学中的描绘 还有演员自己去想象 然后设计出来了 譬如说像观工 他的底色就是红色的 包工的底色是黑色的 然后其中呢 最主要的是夸张那个眉和眼的部分 像明代的人他们是留头发的 所以呢 脸谱他就会画在额头以下 但是到清朝的时候呢 因为清朝人他们是剃掉额头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脸谱 也会跟着画到脑门上 这个图案的底色跟明朝是不会差太多 但是呢 比例上就产生变化 就是整个脸谱呢 就会从很上面 几乎已经快要到头顶了 一直勾到瞎巴这样整个脸 但是最早就是明朝的脸谱 其实是只有勾到额头的 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兴起 每个地方的脸谱就会差别很多 然后颜色也增加了不少 就不是原先的比较单调 可能只有红色黑色那些 就是很基础颜色 后来就加上了什么蓝色绿色黄色 灰色橘色等等的 因为京剧比昆曲年轻很多 它是一个清代才兴起的剧种 它的静行就是花脸行呢 按照身份性格 还有那种技术特点的不同 在京剧来说 它是分成正茎 复茎和五茎 其中的复茎又分成所谓的架子花脸和二花脸 然后还有所谓的丑 这个行当就是我们叫做小花脸或三花脸 但是它现在是不被分在花脸行当里面的 所谓的正茎就是大花脸呢 它是以唱功为主的 我们又叫做铜锤花脸或者黑头花脸 譬如说像那个将相河里面的连魄 或者是扎美岸里面的包工 因为他们都是朝廷的重臣 所以气度非常的辉煌 那所谓的铜锤这个名词 是从京剧一个很有名的唱功戏叫做大探二 就是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 这个里面的那个主要的花脸叫做徐炎钊 因为它是明代开国元勋的后代 遇伺了一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铜锤 那他上班的时候就是上朝的时候都会带着那支铜锤 那整齣戏里面它没有什么身段 就是抱着那支铜锤一直唱一直唱 所以这样的唱功花脸以后就被叫做铜锤花脸 至于附近呢 也叫做二花脸 它可以分成架子花脸和二花脸 所以这个二花脸就变成是一种比较配角 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点近似丑的配角的花脸 那架子花就是在京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分类了 它是以做工为主 种身段的那个工架 那架子花脸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门类 是反面的人物 比如说像曹操 大白肩 他也是属于架子花脸 其他的常见的架子花脸 就像什么张飞啊 李逵啊 鲁智生那样子草莽的人物 那至于五镜 我们也叫做五二花 它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注重工架和靶子 把子就是兵器 大家如果有看过京剧应该看过很多的那种很厉害的武将 他们可以耍那个兵器耍得像特技表演一样的 很厉害 那样子的角色就算是五花脸 那还有一种的五花脸是注重叠扑摔打 专门在台上比如说被人家踢了一下呢 它就会飞起来 然后转一个圈又跌到地上之类的 就是有另外一种的特技 它是专门做我们所谓的毯子工 就是它非常会翻啊 非常会摔 它们就叫做摔打花 这是五进的两个门类 那京剧呢 通常现在除了戏份不重的配角以外 我们一般都会说铜锤花和架子花和五二花 这样子三个主要的门类 尤其是铜锤和架子两种 那昆曲呢 因为它除了那些配角龙套以外 所有的角色只要是主角 它都一定是边唱边舞的 所以呢 昆曲你只要是唱主角花脸的 你都不会去分什么铜锤或架子 就是没有说你只能唱或是只能做 你一定要同时唱作俱佳 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演员 只要你是一个主角 你都一定是那个铜锤架子两门抱 像吴双先生 他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说过 昆曲的花脸 它的分类是大面二面和白面 这个大面就是一般的大花脸 所有的主角花脸 那二面呢 它就是有点点像附近 就是有点配角式的 或者是在昆曲里面有一种分门 别类是叫做邋遢白面 就是人物比较低下的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戏 是一个乞丐 叫做扬州阿二 它就是一个邋遢白面 那另外还有一种白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肩 就是像曹操董卓那样子的大肩成 所以它的分类跟金句 稍微有点点不同 那至于丑 也就是三花脸 它就是喜剧的角色 这个就跟金句是相同的 今天的昆曲和金句的花脸的 异同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 那至于花脸的脸谱 还有花脸的装扮等等的 我们就在之后的两集 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昆曲小学堂 大家好 我是杨汉儒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花脸的脸谱 很有趣 现在是在空中用声音 但是要跟大家介绍脸谱 希望大家有自己的想象力 通过脸谱 我们通常对于一个台上演员的人物的善恶 褒贬 是很直接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可以看出来的 譬如说像红色的脸 它就象征了中意耿直 有血性 譬如说像关公赵匡映 这样的角色 它就是整个脸都是红色的 那如果是整个黑色的脸 就会代表性格严肃 不苟言笑 譬如说像包工 还有像那种威武有力 粗鲁豪爽 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 他也是属于黑色的脸 然后呢 还有白色的脸 通常就是代表奸诈 多疑 譬如说像曹操啊 司马懿 都是白色的脸 那还有一种是金色的脸 金色通常是象征庄严威武 一般是表现神仙一类的角色 比如说闹天宫里面的如来佛啊 或者二郎神等等 还有一些会用银色 银色通常是代表法力比较高强的金怪 就不是神 是比较像妖怪那样子的角色 脸谱有很多的分类 它根据描绘色的方式呢 是分为揉 勾 抹 破 四种的基本类型 所谓的柔脸呢 通常是比较宁众威武的 它是以整色为主 在画那个脸的时候 是加重五官的纹理 不会画得很复杂 没有很明显的色块 整个脸是一个基本色 然后只是把五官画得比较夸张 那第二种呢 是勾脸 勾脸它就会色彩绚丽 图案很丰富 五彩缤纷 有些还会贴金 或者是敷营 是真的拿金箔和银箔去贴在脸上 就会很华丽 那第三种呢 是叫做磨脸 就是颜色通常是比较浅色系的 表示说你把这个颜色 抹到脸上去以后 就不以真面目示人 通常这样的角色都是演坏人 是奸诈的 那另外一种是破脸 这个破脸就是不对称的脸 通常是表示面貌丑陋 或者是反面人物 那如果是根据脸谱的图案排列呢 又有另外一种分类法 也是把脸谱分成四种 第一种呢 叫做整脸 它是最原始的一种脸谱形式 利用眉毛 把脸分成两块 就是额头和面的两个部分 来画脸谱 这叫做整脸 那第二种呢 叫做三块瓦 瓦是那个瓦片的瓦 三块瓦就是在整脸的基础上 再利用嘴巴和鼻子 把脸再分成左右两面 所以总共是三块 一块是额头 一块是左边 一块是右边 所以我们叫做三块瓦 第三种就是花三块瓦 把三块瓦的边缘 那个分界的地方呢 再把它艺术化 加上一点点图案 就叫做花三块瓦 然后最后一种叫做碎脸 碎就是破碎的碎 是把三块瓦再变种 就是把它的边缘的花样 把它夸张得非常的夸张 整个破坏原有的轮廓 你就看起来整个脸是 回巴里尿这样子 整个像破碎的脸 好像一个玻璃摔到地上一样 就是很碎很碎这样的一个脸 脸谱的图案非常的丰富 大体上我们会去分成 额头上面的图案 眉毛上面的图案 还有眼眶上面的图案 还有鼻窝 就是鼻子旁边不是有两个沟吗 鼻窝那边的图案 还有嘴叉 就是嘴巴的嘴角 或者是嘴唇上缘 还有嘴唇下缘 这整个叫做嘴叉图 还有嘴下图 就是嘴巴以下 那个下巴的地方 每个地方的图案都变化多端 然后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规则 但是有一些是有规则的 比如说像包公 包公的额头上 不是有画一个白色的月牙吗 他就是表示 他是一个清廉的惯例 照眶印 他的眉毛就画成龙的形状 表示他是一个真命天子 脸谱的作用 除了代表性格之外 还可以暗示角色之后的一个结局吧 比如说像项羽 他的双眼就会画成一种枯像 就是那个黑眼圈 画得很夸张 画到快到面颊那边了 表示他是一个枯像 那其实是在暗示 他的悲剧性的结局 然后像包公 他的眉毛就是画成一个皱眉的样子 表示他非常的操心 就是一天到晚在担忧国事 通常我们把花脸和俊半 所谓俊半就是像生蛋那样子的角色 他们只是把一个人美化 比较相对来说简单的一个办法 花脸和俊半的人同时在台上 他就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 也会突出生蛋他们的俊美 以及净丑他们的怪怪的这些特色 通常我们在台上勾脸的时候呢 是会有一些讲究的 比如说在色调上不能犯虫 像那个长板坡里面的曹操 他同时带了八家匠 其中有一个张辽是不勾脸的 他是俊半 其他的七个人 他就必须要每个人一个颜色 不能相同 这样子的话让远距离的观众可以一眼 就可以分辨出这八个不一样的家匠 才不会这样的都看不清楚了 另外还有很多的特色的脸谱 比如说像那二郎神 叫做杨己 他相传有三只眼睛 就是画在额头上 就多了一只眼睛 然后呢 像那个巨灵神啊 煞神啊 还有像很凶猛的一个金怪 叫金钱豹 他就有很多张脸 就是他在一个脸上 勾出很多张脸 像那个巨灵神 就是在额头上还有一个脸 这样就表示 他是神鬼妖怪 这样子的角色 像杨七郎呢 就是杨家将里面的杨七郎 他的额头上 写了一个繁体字的老虎的虎 这样就是表示他是勇猛无敌的 所有的这个勾脸 都是产生距离化 就能够拉开戏和观众的心理距离 这样子大家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而且是很不写实的 这样子呢 观众就某方面不容易入戏 他不会产生太多的那种投射 比如说我们很少会把自己投射在官公身上 或是投射在曹操的身上 我们通常都是投射在 长得跟我们比较像的 杨家将里面也许会投射在杨六郎的身上 或者是杨四郎的身上 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投射在那种 大白尖曹操之类的角色的身上 反而可以很专心的去审美 和去欣赏这样子花脸的角色 那我们今天花脸的脸谱的部分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昆曲小学堂 大家好 我是杨汉如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花脸的装束 还有她的气墨 就是她身上穿的和手里拿的东西 花脸呢 他们通常是装扮那种性格气质上特别粗犷 奇伟豪迈的人物 她的脸谱既然那么的夸张放大 表情也会特别的夸张 动作也会特别的夸张 那么她的服装当然相应也是非常的夸张 其实戏曲的行当呢 最早是用于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 身份和职业 后来呢 才会逐渐的延伸到表现人物的品德 性格 气质方面的 所以呢 对于角色的区分也带着明显的善恶褒贬 道德的评估在里面 比如说如果是演那个宫中体国 或者是非常孝顺的人呢 他都会是端庄的正貌 就是那个脸一定是看起来就非常的正 如果是邪恶 很讨厌的那样子的人呢 就会把他画得比较丑 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是歪的脸 所以可以直接从服装跟脸谱加起来 去看到一个人的那个表征 就是看到他的特色 那脸谱呢 他通常表现的是人物的性格 气质品德 情绪 心理状态 至于服装呢 就是表现人物的身份 地位职业 这些东西都会直接的去影响到 一个演员的表演手段 其实呢 因为花脸 他演的是粗犷 奇伟 豪迈的人物 所以演员的肢体 基本框架呢 幅度会特别的大 比如说掌 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手掌 如果是花蛋 他会捏出一个蓝花掌 就是大拇指跟中指 基本上叠在一起 就那个手会缩小 但是又有一个花的形状 但是如果是花脸 他就会把五指张开 因为他整个脸谱很夸张 衣服也颜色非常的夸张 所以他那个掌 就会张得特别大 像拳头 他也是握须的 五指是错开的 其实你这样子的拳头 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人 但是在舞台上 一个错开的五指的拳头 就会显得特别大 所以看起来就是 好像揍人会特别痛的样子 那像山绑 就是我们把双臂拉开的 那样的动作 也会把山绑拉得特别高 几乎拉到像嘴巴 或者是快到眼睛的高度 拉一个所谓的匀手 就是我们戏曲的一个基本动作 他整个过程呢 就是双手画过去的路线 也会特别的粗之大也 虽然我们的内行人会说 大花脸小动作 但是呢 这是在很粗的框架的基础上 特地的去做一些小动作 来凸显花脸这样子一个庞然大物 的妩媚的那一面 这样就会显得这个花脸的角色 特别的可爱 花脸的整个装束 也就是我们叫行头 无一不是要求把那个演员放大 首先是那个花脸的厚底 就是我们说的靴子 会特别的高 一般都会穿到三寸以上 有些花脸会穿到三寸半四寸 他是故意的一定要垫的特别高 就是把整个人整个撑起来 那花脸呢 他们穿的胖老就会非常的夸张 有的时候那个肩膀的部分会突出于你的手臂的位置 大概突出五公分左右 然后整个垫的高到有些时候 甚至快要连脖子都快要看不到了 虎背熊腰起来 就是把你整个蹭起来 像有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好垫啊 你下半身怎么办呢 有些人的下半身非常的瘦 像有一位北坤的侯永奎先生 他的师傅是一个著名的武生 上和玉先生 他就会穿一种粗布做的短裤 穿上去以后 因为那个粗布就很硬 就像一个灯笼的支架一样 这样子就会让他的腿看起来也非常的巨大 那因为像花脸到了清朝之后呢 他的脸谱就快要勾到脑顶上了 所以呢 他的窥头 他的帽子戴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大家可能刚开始看会很怀疑说 为什么这样的帽子不会掉下去 他们就要有特殊的功力去让自己的头累在那个位置 然后也不会垫头 就是不会不小心帽子滑下去 那这个帽子呢 都会做的特别的大 而且特别的夸张 也通常会跟他的衣服一样 都是用大段 就是一种亮面的丝的材质去做 然后向上金色和银色的线 比较张扬 用那样子亮面 然后绣的特别多的金银 然后往往会大面积的绣上猛兽 比如说什么老虎啊 豹啊 很大一只 几乎是爬满了那个整个衣服那样子 半件衣服那样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猛兽 那如果有更夸张的像 如果演到判官之类的角色 就是那个阴曹地府里面的判官 或者是像阎罗王这样子的角色呢 他甚至会做更夸张的秤电 比如说像他会旋屁股 就是在屁股的后面呢 绑上一块木头 是一个长形 大概两边突出你的臀部 大约有十公分左右吧 然后呢 木头上面包了布 这样你穿了衣服以后 你衣服的厚片呢 就会整个突起来 看起来好像翘屁股 然后屁股特别大 然后呢 肩膀也是一样 甚至在肩膀除了胖兽之外 也许还会加上一个旋的木头 还有呢 他们会做鸡胸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个判官都是这样的形状 就是胸口 结果它是在乳房的中间 突出一块 它就是倒盖了一个 像用藤条去编织出来一个 像乌龟壳那样子的东西 锅盖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垫在那里 这样子的话 办起来就会特别的魁梧 但是特别的雄伟 但是同时又有一点点滑稽 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很特殊的类型的角色 叫判官这样的角色 像那个钟葵 它也是属于判官的类型 那钟葵传说是有六根手指头 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人的 那个皮肤上面贴一个手指头出来 所以呢 他就很夸张的在他的袖子 就贴出一个指头来 就是形容他的第六根手指头 那关于花脸 他们戴的染口 就是胡子 他最斯文大概就是戴到满 满就是一整片的胡子 从两边的耳机 一直到中间整片的胡子 那如果更夸张的呢 就会戴所谓的渣 就是中间开了一个洞 让嘴巴可以露出来 然后嘴巴旁边还会有两条 很长的是可以单独拉起来 做身段的 你们就会看到那个花脸 他整理他的胡子的时候 会把两条拉起来 在空中挥舞 然后呢 他除了戴了胡子之外呢 他的两边耳侧 会戴了所谓的耳毛子 就是两边有竖起来的 人家说怒法冲关 他就会竖了两条起来 非常的夸张 花脸有很多特别的染口 比如说像鲁智森 或者达摩 这样的角色呢 我们也会给他戴球染 就是他那个胡子 好像被烫过一样 就是Q猫的那样子的胡子 非常的可爱 是球染 那关于花脸会拿的那个兵器呢 也通常会特别的大 比如说像关公 他的那个关刀 非常的金碧辉煌 而且很大很重 然后还有一些花脸会拿那种锯齿状的刀 很恐怖啊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东西 如果被割到一下子 就会死掉的那种感觉 像我们制作的那个南科梦里面的四太子 就拿过那个 就是两手都是锯齿状的那样的大刀 或者是像楚霸王 他可能会拿大枪 那个枪头特别的大 那花脸还会拿什么锤子啊 鞭啊 都是特别的夸张 总而言之 花脸的一切 从脸谱到妆树 都是特别特别的张扬 特别的夸张 而且也应该说特别的美化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行当 那我们对花脸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